伊聖保全 伊聖保全 还民共产 伊聖保全 伊聖保全 还民共产 过去 这二三十年来 四十年来只有教育部国家的补助 学生家长的学费 乘一起来的所有这些资产 连这样的一个家族 所掌握的学校 我们都认为不应该 社会也反对让一个家族 继续保有这个学校 保有这个资产 可是连这样我们都反对 为什么教育部在 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所控制的 公益董事所掌握的 这个亚太基督学院 这个学校 要把它卖给一个财团呢 这莫名其妙 他完全就是把 全民的教育资产 奉送给这样的一个财团 在他的眼睛里 在他的眼光里 在他的政策方向里面 他到底 把教育当做什么东西啊